用相对坐标的距离角度法来画 第一个的话也是想点一下 这个线的 或者输入ln都也可以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指定第一点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输入什么呢 x x 60 再来角度呢 角度是多少 角度是30 因为它距离是60 角度呢 角度是小于 角度是30 按一个enter 接下来的话往下 那往下的话呢 我们应该给它的是 这个x 距离的话呢 是30 角度的话呢 一个小于 然后呢 往下这个角度是 角度是多少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角度呢 我们以这一点来看好了 这个是零度 这是90度 180度 270度 好270度 那我如果往下的话呢 特别注意 就是270度 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是顺时针方向 如果是逆时针方向的话呢 那就是多少 负90度 所以我们两种画法 一个是270 或者是负90 两个都可以 好我们来画画看好了 这地方的话呢 我270 enter OK没问题 或者是 Ctrl Z 或按U都可以 好我们按一个U 好 再来的话一样 at 30距离 然后小于 负90 enter 一样 都一样 最后的话呢 按一个C 好 这样就可以回到 原点了 好 那这部分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存档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把它储存 然后今天日期 加上相对坐标 好 按储存就可以 好